来自今天下午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在台岛周围进行军演 台湾当局称解放军的军机穿过了所谓台湾海峡中线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强调中方进行此次演练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势力 中方关于台湾海峡中线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 台湾当局借此进行政治操弄是不会得逞的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岛周围海空区域 组织多军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已经就此发布了有关的消息 中方进行此次演练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势力 中方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涂谋 中方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势力